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与阿米的阿米秀 2008年,当全球金融风暴肆虐横行之时 红杉资本发布题为Web in Good Arms的生存指南 2020年,全球经济再度出现新冠疫情 红杉再度发布冠状病毒 2020年的黑天鹅敲响警告 在混打金融市场动荡,主流欧美国家通货膨胀 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冲突等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一系列危机 同时爆发的2022年5月 红杉资本再度发布警告适应于忍耐 Apating the Endure 在不到两年事件内,两次发出警告 这一次带来的将是如何的惊天动力警告 相比美好的20年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互联网科技经济 作为新生儿的跨境电商 很长时间在老大哥面前,连提鞋子都谈不上话 更别提登堂入室 所谓寒冬知识者存 红杉资本发出的最新警告 将如何影响正宝经过美国家通货膨胀 帝人政治冲突而摧残的跨境电商新生儿 在过去几年间 资本市场对跨境电商的观感 比四川变脸还要快 好,结果刚刚所说的这个话题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跨境中国电商 兄弟朋友们,兄弟姐妹们 大哥大姐妹,弟弟妹妹们 首先一点,请对你们所在的跨境中国电商行业 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这个是为数不多 中国目前最有朝气 而且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么一个赛道 对,鼓掌吧 这里应该有掌声 无论你是一个刚毕业的人 还是一个70岁的老人家 你都有机会在跨境出口电商 找到你的成长机会 请给你自己鼓掌 为什么? 因为在跨境出口电商 它天然就带着草根性 跨境出口电商其实是全球零售的一个 叫一个新的心态 你往小的说,你就做一个小小的卖家 不要想那么多了 做你小生意 每个月能够这么三五千块钱 打工也行 这是很不错了 你在三四线城市 一个月拿个三五千工资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收入 往大的下,你要更多的梦想 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机会给你了 我们都说,我们很多朋友 你们是不是在深圳 我说我们不在深圳 我们在广州 为什么大家第一反应回深圳 因为深圳都是跨境出口电商的宇宙中心 在深圳,谁每一个人都要做跨境出口电商 无论是否跟跨境出口电商相关 可能是卖货的 可能是做服务的 可能是卖家号的 可能是卖刷单的 可能是卖供应的 可能是卖耗材的 可能是卖包材的 可能是做物流的 可能是卖VAT的 各种各样的链路 这深圳一应俱全 对吧 大的小的 各种各样的 脑袋掉的把生意 踢着把脑袋 别再要哭再做的这种 偏门生意 跨境出口电商很多 而目前跨境出口电商 是整一个中国乃至亚太的 在投资界里面 出了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 像一些最近红火的 核生生物 红火的 怎么web3.0 红火的 人宇宙 红火的 一些 新能源 这一部分以外 像一般的 投消费品市场的 消费类的 这些项目的 跨境出口电商 是为数不多的 一个好的赛道 而且很明显 这个赛道会越来越火热 在过去这两年的 遇到这些所有问题 其实是一个 周期性的一个调整 一个周期性的一个震荡 阿米跨境市 中国跨境出口电商内容 服务智库 通过洞察文章 案例视频 行业报告 线下社群等形式 为决策者们提供系统商机分析与建议 更多内容 请搜索阿米跨境官网